駐舊金山台北經文處 10月6日傍晚在中半島Fawcett City 舉辦中華民國111年雙十國慶酒會 進入宴會大廳走廊 首先進入眼簾的就是 以溪谷創業的年輕人為主導的系列攤位 展覽的主題就是創新行業 充分展現了台灣年輕人的實力與活力 現場賓客雲集 多位民選官員、僑界人士、高科技界人士 出席了祝賀酒會 中華民國111年國慶酒會正式開始 英姿薩爽的北伊女儀仗隊和三軍官校校友 整齊劃一的入場表演 莊嚴的護送國旗入場 拉開了酒會的序幕 之後全體起立高唱美國國歌和中華民國國歌 中華民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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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親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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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舊金山台北經文處處長賴明齊及康麗 對現場來賓的到來表示歡迎和感謝 賴明齊處長在致辭中表示 臺美友好關係持續升溫 現在的臺美關係是40多年來最好的 自由和民主是臺美的共識 臺灣是亞洲幸福度最高的國家 Fremont市議員邵陽是臺灣女婿 她在致詞中表示 她來自全美最幸福的城市Fremont 向亞洲最幸福的國家中華民國 送上最誠摯的祝福 祝中華民國國運昂隆 生育歡樂 金山灣區中華民國國慶委員會主任委員馬建軍 在致詞中提到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的紀念日 就是為了牢記歷史 紀念1911年10月10日 孫中山推翻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 國慶酬委會共同主席趙川三 在致詞中表示 民主 自由和平等是中華民國的基石 同時呼籲僑胞團結一心 傳承文化 共創未來 慶祝酒會現場有多位政界代表為國慶送上祝福 到場的多位國會議員 州議員和市府官員代表 都向中華民國111年國慶送上了獲狀 今年8月初 高調訪問臺灣的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特地發賀電給臺灣總統蔡英文 另外還有來自內華達州 加州 猶他州的四位聯邦眾議員 通過影片向國慶酒會發來祝福 今年是經文處自疫情以來 第二次舉辦實體國慶酒會 藉此良機來賓朋友們相談甚歡 拍照聊天 現場一片歡樂與祥和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